大家好 我是獨孤 今天的影片是少女迴戰 就是前陣子廣告還蠻大恨兇的喔 少女不累放置不累的那個 然後欸對 這個畫面就是我們要來抽的趙雲 少女迴戰裡面的角色都幾乎啦 幾乎都是用三國的角色 那這個趙雲他的初始是SSR 他幾乎所有角色都可以練到最高等 最高稀有度都是漁娃這樣子 那他的SSR趙雲這個角色已經出很久了 他最一開始出的時候其實就直接出漁娃 那他是在前...欸昨天 昨天剛更新就是出了漁娃家 約會劍齊神 那我一開始是覺得趙雲還好啦 因為他原本的SSR造型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他是短髮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他的UR造型是棒球 這個...這個蠻多UR的造型都是棒球的造型 那我就覺得這個造型還好沒有特別好看 但是我後來發現趙雲好像蠻強的 然後我就開始練他 然後因為日版會比較早 所以... 早就很久之前你就知道說 有一天趙雲會出漁娃家 然後...對啦...是...蠻好看的啦 可是我覺得他的缺點就是太大了 對...趙雲真的太大了 這個就...有點太大了 這個...這個...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一張真的...太大了 有時候...胸部太大了 反而會覺得...比例會怪怪的啦 那沒關係喔 反正...原本就是... 預期要抽他 像之前...劉備UR家也是等了很久 好...那我們...廢話...我們看一下 已經有33...這裡 已經有33個人抽...趙雲了 那我們就開始抽吧 好啊...那... 因為我們10抽一次要1950 所以一定是...開這個5倍單 先單 因為我們開一次就... 有機率...欸...就是雙倍嘛 那等於說我開一顆單就是... 價值1950 然後...我們現在的金...金錠有7萬5 預計啦...大概3萬內就可以抽到 那我們就開始抽吧 好...那我們抽到了... 最普通的兩倍 最普通的... 大概...幸運值就是3千、5千啦 可以破1萬已經很好了 因為這個遊戲抽卡的時候 有可能會抽到金錠 喔...這個還不錯 有24片耶 那24片才6千3 如果你抽到... 應該是說這個遊戲可以抽到... 金錠 就是...金錠 還不錯 但是很難啦 然後我覺得他還有一個很好的就是... 如果你只抽趙雲的話 你就只會抽到趙雲 像...我們看到右邊也有張出城 左邊是... 誰我忘記了 就是我們抽卡的時候一定只會抽到... 我們想要的角色 不會是抽到別人的角色 而且因為他有... 碎片的上限 我們只要120片 我就一定可以獲得這名武將 就是...也有保底啦 我覺得這個... 機制還不錯喔 就是你不會... 你不會歪到別的角色 然後加上你又可以... 保證抽到你要的角色 那我們剛才7萬5嘛 剩兩片... 剩兩片... 就不用啦 我們就10抽10抽 一單抽單抽... 就可以了 只要有中的兩片就OK了 你看... 只抽了一千... 那我不只抽10抽 好... 那...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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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手... 那... 那... 就... 抽到了 苦手... 那... 那...我們現在點的話 我們出去點 我們出去點 我們出去點就會有... 就會有字幕 對...最近剛好是半週年 我們先變裝 那就換上我們的新的 7萬... 欸...700萬直接變800萬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點了 我們可以先把它剝起來 什麼... 這個太可愛了 這個太可愛了吧 重 重其蹲美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聲音 還有一個 要摸手 然後我們就先點這個遊戲還有就是你過得武將之後 專屬的寶物 這一個造型的寶物是書包 就是點書包就好了 我好像沒有得到 那你知道人家怎麼講 寶物是紅色猩猩包包 對啊 點包包 我等一下也來留個言吧 那就蠻順利的就抽到這一張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獨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